是我小時候12歲發生的一個事情 然後我一直到現在印象深刻 那時候我剛剛發第一張專輯 都收到你了 那時候我們就公司 帶我到中南部去做宣傳 住那種很老舊的飯店 比較便宜 便宜公司就隨便你去住這樣 那我印象很深刻是我們一進去 我一走進去我們那層樓 就一個長廊 然後那個地板 因為那個地毯很潮濕 你就可以聞到那個臭臭的味道 發霉的味道 想說算了我們只住一個晚上 就趕快跟媽媽接我們 我們就好死不死 我們就住在最尾邊間 然後我宣傳住我們隔壁 那洗澡的時候 那個燈就開始這樣閃一下 感覺上好像是因為飯店很舊了 那個燈這樣一直閃這樣 想說算了我趕快洗一洗 趕快睡覺 然後這時候我就聽到外面那個聲音 電視打開啵一聲的聲音這樣 很吵 然後想說可能是我媽媽在外面 對 就在那邊開電視看了這樣看電視 我想趕快洗一洗 洗完之後一打開門 不對 因為我們那個是一張床 我媽媽已經在睡覺了 她已經蓋著棉被 然後也沒有電視 電視也沒有打開來 我剛剛那個聲音是從哪裡來的 所以小朋友就想說 怎麼不等我睡 就自己睡著這樣 趕快我趕快弄一弄 然後就上床 就抱著她 我就抱著她 因為我媽媽是背對著我 然後我就抱著她 然後因為我晚上睡覺 就不在住飯店 我就不敢關燈 想說燈亮亮的這樣 比較不會那麼恐怖 比較有安全感 然後呢 可是你眼睛閉起來的時候 你會感覺到那個燈就慢慢的這樣飛奧 就按掉了 自己關了嗎 對 很恐怖耶 然後那時候就越抱 結果整個雞皮疙瘩就開始起來了 就不知道為什麼 也會吹乾 然後呢就抱著我媽媽想說 算了我眼睛張開來看 因為我覺得感覺不太對勁 我就一張開 不對啊 這個是長頭髮 可是我媽媽是短頭髮 喔 然後我想 當下我就想說 不對啊 因為我不敢動 你知道 我馬上眼睛就閉起來 因為我想說 不對 我一直一直在回想 不對 這不是一堆頭髮在這邊 因為我媽媽頭髮很短很短 不可能這邊有頭髮 對 這個時候我不敢動啊 我也不敢動 因為我怕動了 萬一她轉頭呢 她就跟你說抱緊一點 所以這時候我的眼睛 又稍微慢慢張開一下 我就看到我的腳 穿過去這個人的身上 旁邊下半身是透過 穿過去 穿透過去這樣 對 我的腳是穿透過去 所以妳是抱著 對 我是抱著 但是我的腳是穿過去的 我整個嚇醒了 我就只能這樣大叫 妳進入她的身體裡 就是我的腳 是在她的身體上面 我就只能這樣大叫這樣 然後衝出去房間 一衝出房間的時候 我就看到 我媽媽從隔壁的房間走出來 從我宣傳的房間走出來 我想說媽 妳怎麼會在這裡 妳不是剛剛已經睡著了嗎 那個床上那個人是誰 我媽媽說 妳在睡醒故意 妳宣傳打電話叫我去拿東西 我就一直在她房間聊天啊 妳怎麼了這樣 我說可是剛剛明明 我看到床上有一個 妳不是睡著了嗎 有一個人啊 那那個人是誰 我還抱著他 我還抱著他你知道嗎 然後當下我也是跟文明哥一樣 就不敢進去那個房間 再也不要走進去 我就說 我就在那邊大哭 我就說你們去把東西給我拿出來 我今天晚上不敢睡那邊了 哎唷 對啊 很恐怖 然後就全部 他們就東西收拾了 然後就 我們就打拔就要退房 可是我跟你講 那個飯店的人 一定知道那個房間有問題 因為我們一說退房 他馬上要退 馬上就讓妳換 對 什麼都沒有講 飯店很多這種開電視 是怡友華要住飯店嗎 哈哈 我們還是錄影就好了 不會啦 還是會遇到好的啦 還是有好的 他也不然他就 你要看 你在說就開了 你開了 很會開電視